那些万千风情 媚眼勾魂 身材曼妙 阴歌厌恶的小姐姐 我走过千山万水 忘不了你的似水柔情 每次当我走过这条街 我心中当不住思念 那些温暖我心的小姐姐 从哪里来的 流水线女工 很多村镇的年轻的女孩 因为学历低 也没有过硬的技能 出去打工 就是进入各种的流水线工厂 高强度 低收入 扑早 这种女孩有很多离开工厂后 无法立足于城市 最终成为寂寞 小生意经营者 他们都是做着小本生意的 开个小店卖服装卖小商品 做各种小生意的 基本都是没有过硬的人际关系 家里条件也不算很好的女人 他们一旦生意做不下去了 或者生意做败了 欠下债务 他们中的一部分 会选择出卖自己的肉地 有些还完债存了钱 又重新改拼 也有的就此落为职业技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摩技师 都是正经出来学按摩的女人 但是那个年代 所有按摩店很少有正规的 他们也就随着大潮成为了妓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收入 各种原因离婚之后 只有老公跑掉人 散偶的 进入社会讨生活 没有人脉 没有技能 只有一副肉体 这类女人都是很有经验的少妇 少妇的好 就不用多说了 这些女人没有老公也没有收入 但现阶段对于性格金钱都有很大需求 都是要养孩子的 所以我遇到的很多都满足于现状 性需求可以满足更能赚钱 我光顾过的一家店 一个店里清一色离婚少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出打工者 他们大多都是主业忙完有空闲时间了 出来打工赚钱的女人 有很多还是跟老公一起出来的 老公也知道自己老婆在做什么 对于他们来说出来就是赚钱的 他们有了自己租房子 也有住在老板提供的出租房 象征性地收点租金 这也就是他们的泡房 孩子在客厅玩或者老公就在一间房关着门 他们就带着你进隔壁房打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生妹 相信这类是很多男士喜欢的类型 如果你专程去找 大概率会被骗被踩 但其实你保持平常心 学生妹是很容易遇到的 无论是十几年前还是现在以后 这都是卖淫女性中不多见的 但绝不稀剧的一部分 在网上的很少认为 也在带着一部分 还烫的地方 就去吧 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下方的差点 我们下方的项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岗女工 这已经快成为历史名词 但是在本世纪出的那几年 很容易遇到她们 她们给我印象都很好 就穿着自己平时的衣服 很朴素 很真实 我还见到过穿着功夫的 而且我遇到过的身体都干干净净的 很注意卫生 就像你的邻居姐姐阿姨这些 她们把当初在工厂里 任劳任怨的态度用在了心感 卫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服务行业 饭店服务员就不提了 因为遇到的很多人都短暂干过这个 只是暂时做一下 我这里指的是保洁 保姆 前台 收银这些 这种基层的服务行业中 这些行业收入都很低 收入也没有保证 转行来干这个 都是常有的事 其实空洁也是服务员 只是要求高点而已 随着岁月变化 现在模特外围各种社会现象 五光十色 道德是约属别人的陷阱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在按摩 卡拉OK 临时去工作的足域灰色工作之间 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一样 串来串去的竹石 他们在一周的时间里 像春秋换季一样 依次体验着生意的兴衰 或人情的冷晚 他们在没有客人路过的时候 像罐头里的鱼一样 一排排地挤坐在狭小的发廊里 他们在生意境的要求下 像枯草叛语一样 一律把脸朝着门外 随着客人的来去 变换着妩媚 木呆和倦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